所以這些黨工其實很可憐 也謝謝這個節目有機會讓他們發聲 然後把這個事情說出來 不然其實他們也都要自己扛 那我再說 這些黨工有很多都還在立法院任職 然後在黨部任職 他們之所以透過我來說 就是因為他們還在任職 你比較敢說 他們躲起來就好了 看你們爭取到這個沒有發的薪水 而且我不看到他們吃穿嘛 這些東西竟然給人家包了 我覺得薪資又趕快補給人家 不然就是變阿伯喜歡的模樣 這些錢到底是變成遊艇 變成豪宅 還是進到蘇比克灣 進到瑞士 還是進到開曼銀行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查一下 你覺得根據你對民眾黨的了解 他所謂的補證是把數字改掉而已 還是真的會把錢發給黨工 我覺得照他們之前這種性格 不是960加110都可以變960110 而且他們到今天為止還賴給端木正 端木正怎麼可能會多報 幾十個這些這個黨工的薪資 要嘛他要是取巧 他就一張發票報個400萬 然後比方說之前什麼 食樂木渴這些東西 就一筆報完 怎麼可能還會去列人頭 然後在同一個時間去報了三四百萬 你還在推給端木正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好耶 那現在緊急應變小組到底在應變什麼東西 然後查到小組到底在善後什麼東西 我覺得接下來民眾黨好像只有一步可以走 就是學制搖 就是去制搖是把公司解散 民眾黨我覺得直接報內政部 把這個政黨解散 不行 太多事情了 一年還可以領1.5千萬 怎麼可能 陳志涵不能說我錯了 他必須要講的是 那這三百四十萬去哪裡 去哪裡了嘛 這總是人家沒領到你錢去哪裡 總不能再回說科幻小說吧 對 他自己都產生不是科幻小說 他說確實我們漏爆了嘛 我們浮爆了嘛 那錢到哪裡去 錢有可能被柯文哲賺去嘛 柯文哲有可能賺大錢 結果這些領薪水的人 每個人你們今年五月明年五月 申報所得稅的時候 每個人可能因為這一筆的薪資收入 可能都要繳稅 這時候高薪禮聘小兔來 小兔會把加的減的稅後多少 都算得清清楚楚 小兔就是怕專業 一定要報到你的薪資戶頭 你有這筆收入 因為這是監察院核定你的收入 而監察院核定你的收入 一定會報到國稅局 所以你的薪資所得 每一個人都增加了三四萬塊嘛 而這些三四萬塊要不要抽稅 結果柯文哲賺大錢 黨工幫柯文哲繳稅 這個是可惡至極啊 所以林冠寧你接下來要處理的 你要去幫他們追薪資恐怕很難 但是稅金恐怕多給我摸錢 很好 難怪黨工會去偷相機嘛 因為二十萬摸毯嘛 我怎麼補這些稅 核同心事不可取大 不可以合理化 我意思是說如果你是黨工 你會不會生氣 錢不知道去哪裡就算了 我沒領到錢就算了 我明年還要多繳稅 那你不會生氣 你不能這樣講啦 家具都不見了明天 你這樣提示黨工嘛 你都不敢說 廁所衛生紙都沒了 把員工當人頭福報呢 謝謝惠銘啊 就是黨工其實是向我求救 那我今天就是第一次 在政論節目上講 我就要幫他們發聲嘛 那其實這個是很新的消息 是前一天晚上 前天晚上我收到幾個黨工 一個黨工 他說他這筆薪資有疑問 因為通常是1月5號發薪資 然後2月5號發薪資 那1月26通常是發年終獎金 那我說他說他有年終獎金 然後有一筆薪資被爆了 可是他沒有領到薪資 那我說只有你有這個狀況嗎 那我去打電話問其他人 他說那我後來查到的結果是 有十幾個人 然後甚至現在有不 不只十幾個人 都被扶爆這一筆薪資 那所以你確定的名單裡面 十幾個是11個還是19個 我自己總列出來的名單 可能那名單有七十幾個 那我現在已經確定了 至少15個以上 15個被漏爆 那今天不是漏爆 是爆了沒拿到錢 被多爆 被多爆 那這些薪資加起來 大概有三三四百萬 那今天早上陳志涵也說了 他說我們有多爆的 但是我們也有短爆的 誰管你短不短爆 重點是我這些朋友這些黨工 你好好的賬為什麼會短爆 對啊 然後這些錢到底是變成 阿伯喜歡的樣子 因為他只是要證明 他錢沒有留到個人的口袋 所以有些人短爆 因為有些人扶爆 一定有些人短爆 那你們那個做賬的 也太不會做了吧 根本不可能是做賬的 一定有人把錢拿走了 來 陳志涵他自己的獎金 也有在裡面 那這一筆賬裡面 他的獎金是十萬塊 他自己沒有跳出來講話 我自己猜 他是一定有領到 可是這些黨工 這些三四百萬都沒有領到 然後他們可能涉及 這個違照文書 背信 甚至討漏稅 因為如果你所得被爆上去 你增加一個急劇 那你就要多報稅嘛 那現在稅的問題 到底怎麼解決 那陳志涵今天只是 輕描淡選說 我們還會再補證 拜託一下 拜託一下 政治獻金是 選完三個月就要 就是要報完 然後你現在給你 一補再補三補 你到底要報到什麼時候 那所以這些黨工 其實很可憐 也謝謝這個節目 有機會讓他們發聲 然後把這個事情說出來 不然其實他們 也都要自己扛 那我再說 這些黨工有很多 都在立法院 還在立法院任職 然後在黨部任職 他們之所以透過我來說 就是因為他們還在任職 你比較敢說 對 他們躲起來就好了 看你們爭取到 這個沒有發的薪水 對 而且我不看到他們吃穿嘛 對不對 這些東西 竟然給人家包了 我覺得薪資又趕快補給人家 不然就是變 阿伯喜歡的模樣 那些錢到底是變成 遊艇 變成豪宅 還是進到蘇比克灣 進到瑞士 還是進到開曼銀行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查一下 你覺得根據你對這個民眾黨的了解 他所謂的補證是把數字改掉而已 還是真的會把錢發給黨工 我覺得照他們之前這種性格 不是960加110都可以變960110 而且他們到今天為止還賴給端木正 端木正怎麼可能會多報幾十個這些 這個黨工的薪資 要嘛 他要是取巧 他就一張發票 報個400萬 然後比方說之前什麼 時樂木渴這些東西 就一筆報完 怎麼可能還會去列人頭 然後在同一個時間去報了三四百萬 你還在推給端木正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好耶 那現在緊急應變小組 到底在應變什麼東西 然後查照小組到底在善後什麼東西 我覺得 接下來民眾黨好像只有一步可以走 就是學制搖 就是去那個 制搖是把公司解散嘛 民眾黨我覺得直接報內政部 把這個把這個政黨解散 不然你怎麼會太大了 太多事情了啦 一年還可以領1.5千塊 怎麼可能 對對對 這個錢到底花到哪裡 八席不分區立委好嗎 對啊 這個東西每天爆破 我自己都不太想講 因為對我來說 這根本不是什麼事 可是對黨工人來說 幾萬塊其實都是他們的辛苦錢 然後他們每月要繳房租 要繳電信 而且他們到現在還被壓榨 其實陳日韓從頭到尾都知道這些事情 他們有透過內部管道反應怎麼會這樣 其實就沒解決才會報到我們這邊來 所以今天黨工跟你檢舉之前 已經跟陳志涵黨部說過了 為什麼你報我年終加薪資 可是我卻沒有拿到薪資 對 所以陳志涵是知道的 陳志涵是知道的 然後內部也有人知道嘛 包括秘書長 那當時他們怎麼回應 他們就說這個東西還會再改善嘛 就跟現在這個可能是多報的 那多報沒有這筆薪資 本來獎金就已經給你了 那這筆薪資沒有 那就忍一下 我們再這樣監察院去補證 所以要錢是沒有的 反正我跟監察院補來補去就不花錢 我就再補一次 不然你是怎樣 對啊 因為這三百多萬已經不知道花哪裡去 你怎麼再補回來 你沒有明目再補回來了嗎 這個手法真的很像 如果說這個公安公司 我都忘記他的名字了 他沒有認識康仁俊的話 他沒有地方去告訴人家聲淵說 民主黨莫名其妙給我開了960萬 三張三張 就消掉916這樣的一個款項 他怎麼不出來喊冤 怎麼過關呢 結果我現在又有這些黨工出來喊冤 我覺得就是再講一次 柯文哲的民眾黨就像是劉翅王 你募款大的小的都要 你偷手去大的小的也都要 對不對 這次又被抓到了 對 黃國昌為什麼不出來咆哮 他還有一個吹哨者保護聯盟不是嗎 結果為什麼是令冠言出來做吹哨者 理事長換我當了 原來因為他吹哨者可能要出事 因為最近爆出張靜遠共同創辦人 張靜遠的求證民調 900萬的民調是真的有做民調嗎 苦主在這邊 我去告了 求證我也告了 所以求證民調真的有領900萬嗎 我強烈懷疑還是求證民調 是給了900萬的發票 其實領的沒那麼多 這個東西就是洗錢手法 廠商叫發票 然後這個更過分叫做用黨工的名單 這次沒辦法推給段木正的 而且柯文哲在台大地下室的時候 就常常在收發票了 對 他以前就有發票案的問題 發票就算了 你用黨工名單這有多過分嗎 第一個 有黨工名單 真的就不能推給段木正 段木正懂得民眾黨的黨工有名冊嗎 完全沒有 有民眾黨黨工名冊 而且還要身份證 因為你要支禮薪水 你要報薪水 都要有黨工的身份證 這個第一件事情 誰有這些資料 絕對不是段木正 誰有這些資料 而且誰有權利指示相關人員把他們報薪水 只有一個人嘛 黨主席兼總統候選人 這些人也薪水也求不到了 為什麼 總部已經關帳 他們是報了總部的薪水 他們不是報黨部的薪水 也就是說他拿了黨部的員工的名義 去報了總部的薪資 而這些人都沒拿到 沒拿到就算了 第一個問題 錢到哪裡去了嘛 你沒拿到 這些帳你總要集合 你的收支要平衡嘛 所以這個將軍 四三貓爆出總共有71筆 可能疑似 這個報薪資可能沒拿到的部分 總共340萬元錢跑去哪裡了 我們整理一下冠年獎的 他掌握到了至少15位黨工 15位 是有所謂的證據 所謂口證的 這些是資料裡面有重複 他同時是黨工 同時在所謂總部有報薪水的部分 是不是有同樣的狀況嘛 同樣的狀況叫做71位 有340萬 那錢到哪裡去了 錢到哪裡去了 誰可以領這個錢 傳李文娟啦 李文娟做的帳啦 李文娟做的帳嘛 李文娟的錢跑去哪裡去了 李文中 李文娟 陳志涵不能說我錯了 他必須要講的是 那這340萬去哪裡 去哪裡了嘛 這總是人家沒領到你錢去哪裡嘛 總不能再回說科幻小說吧 對 這個人他自己都產生不是科幻小說 他說確實我們漏報了嘛 我們福報了嘛 那錢到哪裡去 錢有可能被柯文哲賺去嘛 柯文哲有可能賺大錢 結果這些領薪水的人 你們今年五月 明年五月 申報所得稅的時候 每個人可能因為這一筆的薪資收入 可能都要繳稅 這時候高薪禮聘小兔來 小兔會把家的減的稅後多少都賺得清清楚楚 小兔就是怕專業 一定要報到你的薪資戶頭 你有這筆收入啊 因為這是監察院核定你的收入喔 而監察院的核定你的收入 一定會報到國稅局 所以你的薪資所得 每一個人都增加了三四萬塊嘛 而這些三四萬塊要不要抽稅 結果柯文哲賺大錢 黨工幫柯文哲繳稅 這個是可惡至極啊 所以林冠寧你接下來要處理的 你要去幫他們追薪資恐怕很難 但是稅金恐怕夾夾夾夾夾夾夾 難怪黨工會去偷那個相機嘛 因為二十萬懵彈嘛 我怎麼補這些稅 偷同薪資不可取到 不可以合理掛 我意思是說 你說如果你是黨工 你會不會生氣 錢不知道去哪裡就算了 我沒領到錢就算了 我明年還要多繳稅 那你不會生氣 你不能這樣講 家具都不見了 明天 你像提示黨工 你都半熟 廁所衛生紙都沒了